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回到Lowheat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差不多兩個月前 6月應該是和大家分享過City of Lowheat By Shape這個樓盤 當時是發展商的VIP 放售階段 因為當時是未有Occupancy Permit 所以是不可以上到Unit裡面 展示給大家看有什麼單位 裡面是做成怎樣 外面的景觀不同方向也是怎樣 當時都已經賣了一些 現在踏入8月之後 終於拿到Occupancy Permit 我的客人陸續在收樓 有放賣的放租 今條片和下一條片 會和大家分享三房放賣 一房兩房放租的Unit 我們現在首先在發展商 還維持住的單位上 和大家來一個實地拍攝 現在我們的座數就是Tower 3 Tower 3就是發展商拿出來 在那一座大廈 我們的方向這邊就是正東 下面就是North Road 大家會看到這條North Road 一樓下面向上斜 我們這個位置 基本上前面已經看到兩條Skytrain軌道 Skytrain站在我們的背面 North Road 這些附近也有不少新樓 譬如Hensley也是太膠的 然後向那邊看的話 就是很多Trees Park 然後那邊後面有兩座Winwood Green 它後面就是Golf Cross 這個區域也很澎湃發展 不斷有新樓 但North Road對面的 其實全部都屬於Coccurum 我們這邊就是Bernaby 是兩個城市 我們現在這個是東北方的Unit 它是一個L形的露台 你向著北邊的話就有Tower 4 雖然它是我們的正北 但其實也有少許距離 所以我去到單位裡面 你會發現 看出去不是只看到Tower 4 也有少許北邊的遠景 其實這裡一路過去前面那一堆樓 就是Bernaculam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把Bernaculam Low Heat 放在一起說 就是因為這條圓線都會有發展 分別聚集在兩個Skytrain站那邊 好 好 就看回來這個是西北 Corner 西北 Corner 就會看到這四座樓中間的平台 平時你Drop off 搬屋或者是有些人過來 就可以在North Road這邊轉進來 停車場那些 分別在後面幾條街 都有不同的入車口 這一座就是Tower 1 Tower 2 Tower 3 是我們前面的Tower 4 Tower 4就是整座是放中的 發展商管 已經租了出去 跟我們現在不會是太大的競爭對手 Tower 1就會交流交得早一點 我在Tower 1的Client 都差不多開始交流 Tower 2 我有些高層的客人就在那邊walkthrough 所以交流應該會長一點 Tower 3是發展商hold住的 它的交流時間也有個program給大家 30至60天又可以 再長一點都可以 稍後再跟大家詳細說 好 那邊後面已經是Low Heat Mall 就是商場和商場附近的parking Walmart那些超級市場 都在這個mall裏面 而本身我們E4座Building的樓下 尤其內街都已經有一些很方便的商店 入住了 譬如說銀行 以及階年超市 Pricemark 我們現在就進去單位看看 這個單位本身露台已經有兩個 在雙露台設計這邊 剛剛L shape跟大家走完 前面這個露台 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單位的 就是房間走出來的露台 好 我們現在進去的就是客廳位 這個是一個945呎的兩房兩次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完整的廚房 房間 飯廳和客廳 它都挺闊的 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電視機 不可以買太大 這邊你放了電視 梳化可以放在後面 不過這個洞位就可能放在一個矮櫃 然後餐桌的話可以放在這裡 或者如果大家是兩個人住的 就在一個Island吃飯都可以 它有一個Island 然後廚櫃 其實Shape的東西都是很類似的 我們之前看過不少Shape的project Amazing Brand Wood 以前也有看過City of Lohigh的show home 是很類似的 它這個廚房設計就是L shape 加中島 雪櫃就放在這邊 這些都是24吋的雪櫃 然後焗爐 和那個叫做Oven 裡面也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一路呢 基本上由這個位置開始 由我整隻手的深度 它是根本做足夠在裡面 OK 但也挺難放東西的 至少比網路好 濕一些永遠都不用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下面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所以變成這個部份的話 應該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上面也是貴的 然後就洗手盆了 洗手盆下面 它也是有空間放東西的 小碗碟機就是這裡 它這次的電器package是Bosch 中島這邊 剛才下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OK 很多放東西空間 現在真的很需要儲物空間 除了這一堆東西之外 這邊就是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你可以當它是Pantry 掛衣服也行 或者你很多東西吃的 做一做California Closet也行 這個位置不知道放什麼好 看看 這裡 門其實OK 門開到這裡 就是說這裡大家有需要 都還可以再放多個雪櫃 或者放多個東西 對 OK 也可以 不知道你門開到這裡 那你人不走的空間 不過如果你這裡放了櫃就會比較大 然後這裡有一個Nuke位 就是說大家如果需要書桌位 或者再想做櫃放東西 香港我們的朋友最喜歡做不同的組合櫃 這邊也可以做 下面有電掣 USB插口 然後這條走廊出去就是不同的房間 所以這裡又是一個儲物空間 兩個Bosch的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就上面做好一些櫃 大家可以放東西 這邊就是客廁 相當簡單 就是基本上主體是白色設計 有個Medicine Cabinet 然後這邊就是那些蓋在上面的花沙頭 大家有需要就可以換一個可以拿下來的那些 然後我們去看看兩間房 這個是客廁 第二次來第二次也很接近的 走兩步就到了 那這邊呢 應該是第一次跟大家進來Shade的單位 不是Shade的單位 進來Shade的單位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它包了兩邊的燈給大家 每個單位都有 然後床頭都有足夠的電掣 你可以放燈、充電、iPad等等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我看過幾個單位 裡面屬於比較大一點的房間 大家要開的窗就是這個窗 其實這個房間看出來漂亮 反而這個位置看出來漂亮 有些山景 我覺得 不過床頭又不能向門口 如果不是床頭向這邊會很舒服 你這樣躺在這裡看山和樹 我們去到主人房了 看看主人房是怎樣的 門口進來呢 都還有Storage 這個單位原來有很多處民空間 我剛才在想 這些還未清酒發展商 我剛才在想 會不會剛才那個窗戶 已經是entry窗戶 entry不夠位才放呢 原來不是 這裡還有一個大窗戶 所以這個單位 Carrie覺得是比較實用的 它沒有釘 但是它有很多處民空間 好了 進來主人房了 主人房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露台 就是這裡了 它有一個第二次的露台 這邊看出去和景觀都是一樣的 距離北邊的座樓再遠一點 OK 我們現在看看主人房的闊度都OK 看看 我需要量一下闊度 我有尺 好了 然後這裡進去呢 為什麼 太醜了 不是試一下嘛 我都想知道 好 怕什麼醜 幅度 不是啊 我面積啊 儘量的幅度有什麼用 貼著地具先量這邊 你很煩啊 你又叫我用面積 我就用了面積模式 9呎8 11呎 即差不多10成左右 100呎也有 有啊 這個房子是OK大的 我沒有量到這些位 即是沒有計到走廊位 起碼你不會是房子 100呎算很大 對 不會是房子 放完床就沒有位 OK好 繼續 衣櫃走進來就是兩邊衣櫃 這樣一樣 可以關門的 這裡 然後呢 這個就是主人房洗手間 3 piece 簡潔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 也是跟剛才那次一樣的 好 然後呢 看完了這個單位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價錢 現在我們其實是在17樓的show home全層 發展商就拿了17樓來去 有些單位就做closing office 大家簽文件那些 有些單位就做了一些setting 就好像show home 很漂亮的 但到時候發現很多人在拍 還有每個人都會放上網 不如選一個未必有人拍到的單位 大家看看這個單位吧 那這個單位的話呢 如果是16樓 我們是17樓 就是低我們一層的話呢 價錢就是106萬左右 這個價錢的話呢 它還會有5%的credit 那closing days呢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值得大家去想的位置 因為發展商出了個program 就是說呢 如果呢 大家是可以在60天內去埋單去收樓的話呢 那你要給的deposit就是5% 那如果大家呢 需要再多些時間 要more than兩個月的 去到4個月的時間收樓呢 你給發展商10% 它就可以給你拖長些4個月的closing days了 那這個呢 就是就回大家自己本身的錢 或者有沒有身份的schedule 那5%credit 然後現在shedule是6毫2 那已經結束了 每一個單位都有一個車位 如果要買locker的話 就要7500元 我看到現在剛剛發展商給我的不同單位的價單 我看了呢 其實呢 那個分別呢 現在剩下的單位呢 跟之前carry的6月份show出來的呢 是有一點點差別 但不是很大的 即是不是說幾萬元 大家買到虧了 不是那一隻的 more like是現在的單位看 大家可以慢慢去選 但如果大家想買一些再大一點的 譬如說兩房加訂 或者小一點的 那些小兩房 一房的話 都有些選擇的 有需要可以聯絡carry 那我都會再次把這張價單 還有我所有的for plan 其實都已經在carry的網站上面了 大家打carryquite.com slash tower3 就會看到所有的for plan 你喜歡哪隻職 或者哪些職 告訴carry 我就可以幫你問發展商 拿了價 對的話就可以過來實地看樓 選一個樓層 我們剛剛看了東北corner 那個樓房 就是940多呎的樓房單位 現在我們換一個方向 看一看西藍也是一個樓房 這個就是小一點 896呎 但反而它做了一個釘出來 兩房加釘的單位 它是向西藍corner 我們先看看view 基本上是corner unit 所以你看到兩邊 那邊是西 那邊是藍 很多朋友之前買這個單位 你都會關心 說向西會不會看另外一座 會阻礙的景觀 其實你會看到一點 但又不是說 變成你什麼景都沒有 反而是向西這邊的話 你都會看到很遠的遠景 那我們出去露台和大家看看 這個也有一個wrap around的露台 那邊向南的話 就延續了我們剛剛那個東北看不到的位置 就會多看一些skytrek 那前面這個lot 其實是有其他developer買起來了 將來會有樓而且是很高的 但主要是集中在這個位置 前面就沒有 那這邊有些河景 那這裡繼續有些tree parks的景觀 那如果你樓層高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樓層你都已經看到 那個叫Bernaby Lake了 所以再高一點樓層的櫃更加清晰 然後回到這邊 正西邊你就會看到tower1 tower2 還有skytrek站就在正下面這個位置 所以這裡走過去的話 都是說兩分鐘左右的事情 這邊就是shopping mall 商場等等 之前在prelaunch的階段 我們有個780呎的單位 就是兩房 但其中一個房是沒有窗的 好像一個很大的釘 很多朋友都問 那個單位可不可以住到人 或者會怎樣 現在發展商就做了一個挺漂亮的Display Carrie想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大家有這些類型的房間 雖然沒有窗 住的體驗是怎樣 可以順便參觀一下它的設計 參考一下 如果我有這樣的房子 也這樣做得挺漂亮的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Display效果 所以膠樓標準是沒有的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方式 它也是一個大衣櫃 如果像這個單位喝的話 你放單人床就會有很多放東西 還有書房 做工作的空間 如果你說需要雙人床的話 其實這個闊度 都應該可以再放大一點的 可能是雙人床的話 因為這裡還有空間 因為這裡還有空間 衣櫃是一個大箱門的衣櫃 你看它一道門都那麼闊 所以兩邊開門的空間 裡面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所以說這個房間 唯一沒有一個光亮的窗 它是可以有通風系統的 在你後面 樓底沒有外面那麼高 Carrie覺得這一類的產物 是越來越多的 不僅是這個單位 這個樓盤 大部分現在很多發展商 都開始出這些 叫做Second Backroom是沒有窗的 因為始終是盡量將 叫做兩房或者三房的 那個欠心壓低 這一類的單位 可不可以住人 它是符合了建築的規定 有個通風系統 冷暖氣出來 有這些叫做Alarm 已經沒有探視器 所以安全係數是沒有問題 通風也不會呼吸不到 只不過真的沒有了一個 天然光的窗 大家可以去想想 大家可不可以住在這樣的環境 或者是適不適合 給小朋友住幾歲 這就大家自己想 當然我覺得Decorate得漂亮 是真的加了很多份 如果沒有這些Decoration 四面牆 這樣放在床上 真的有點差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後Decoration 我們最後看一個我們可以租 或者可以和發展商買的一個 就是一房向北的單位 530多尺 它也是一個很直接的職 沒有位置 門口一進來 這邊有衣櫃 這裡其實已經是洗手間 通去睡房 Ceater bathroom 有中度 全大廚房 這邊就是睡房 雖然它向北 是沒有分North Tower 但其實也不是真的什麼都沒得看 起碼我們走出來 都會看到一些西北邊 和東北邊的山景 我們可以去房間看看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Lorth Road 和我們還隔了一個單位 睡房的話 尺寸也足夠大家放雙入床 睡房的話 尤其是到床頭位 看出去的景色就會舒適一點 基本上就是看遠一點西北邊 因為我們剛剛比平台高 我們Carrie現在放租的單位是13樓 比這裡再高幾層 所以景觀會再好一點 然後這邊經過洗手間出去 我們現在放租的價錢 就是2600元 近一點 過一點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懷的地圖 怎麼了 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Carrie 不是 即是每個人都是Carrie